欧战和疫情使得欧洲似乎在一种浮动的氛围当中 但这个时候电动车龙头特斯拉依旧按照原定的计划 回忆军 那么他位在德国的超级工厂 星期二举行了开幕仪式 执行长马斯克 德国的总理还有经济部长 全部一起现身出席 同一天交获30辆欧洲制造的电动修旅车 在过去一年 电动车在全球的销售占比翻倍成长 专做电动车零件的供应商 必须寻找收购和合作伙伴 才能够应付现在市面上倍增的需求 跟着音乐随性起舞 还逗弄起一旁的无人机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周二现身德国柏林郊区 庆祝特斯拉在欧洲的第一间工厂正式开幕 第一批欧洲制造 共30辆的电动修旅车 就在马斯克 德国总理肖茨和德国经济部长 哈伯克的见证下 一辆辆交到客户手中 特斯拉表示 这间超级工厂将会雇佣1.2万名员工 一年生产50万辆车 这个数字超越德国竞争对手福斯 2021年在全球卖出的45万辆电动车 马斯克原本寄望八个月前就能动工 已迎合欧洲订单的需求 但由于执照迟迟没有合发 只好先由上海工厂顶替 也因此把成本推高 所幸这个月4号 当地官方总算合发最终许可 特斯拉承把欧洲市场的计划 也随即启动 而就在开幕仪式结束后 仍有环保人士高举旗帜 和标语抗议 把握最后机会 警示设厂对于当地饮水安全的影响 尽管特斯拉几乎已经和电动车划上等号 但这波转型革命的背后 还有一群功不可没的推手 这间叫做T1的公司 是美国和瑞士跨国合作成立 专做电动车内各式各样的连接器 包括感测器 燃料喷射系统 到车用的资讯娱乐系统等等 随着电动车需求爆炸性成长 各家大厂重点也加速从引擎切换到电池 2021年电动车在全球的销售占比几乎倍增 这也让零件供应商的压力予日俱增 两年前他们才斥资1.25亿美元 在德国南部盖一间全新的电动车零件工厂 以跟上电动车庞大的用电需求 目前他们的市值已经高达430亿美元 超过1.2兆台币 但这间公司的大主管选择以幕后和谦卑子局 目前T1在德国的新工厂 产量已经比原本预计的多出一倍 因此不断在观望合作的收购和伙伴 TVB新闻综合报道